晚8点29岁郭亚伦传会消息 浏览做法令人寒心 球迷失望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能够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V的最新情况 在上个赛季 刘云队是击败各路豪强 五位顶冠军 可以说随着刘云队独冠 上个赛季圆满落幕 这个休赛期啊 也是非常热闹 多名核心球员申请离队 其中包括 刘云阁核心郭予伦 郭予伦在之前 跟随国家队打完 严重杯市场赛之后呢 也是在成都进行隔离 目前来看隔离已经结束 他将会返回俱乐部 和俱乐部去商谈 签论的事情 目前来看 作为郭予伦团队来说 也是表示 双方的谈判 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呢 作为球迷来说 我们希望呢 郭予伦能够留在浏览 因为目前来看 刘云队的整体的冠军班底 还是希望能够留下 争取能够在接下来的 几个赛季啊 成就一个王仇吧 就在之前呢 作为郭予伦来说 也是传出了会议消息 什么会议消息呢 就是根据多家媒体曝光 目前来看 跟郭予伦团队 谈续约的总经理 目前已经离开沈阳 前往其他的地方 去办别的事情了 可以说这件事情啊 对于郭予伦来说 确实是一个会议消息 距离球员截止 还有就在几天 如果刘云队的总经理 不能够与郭予伦 进行一个深入的 一个签约的话 可以说对于郭予伦来说 下个赛季 很有可能会出走CB 因为通过目前来看 刘云队方面 确实也是非常强硬 在最后的几天的时间 刘云队总经理 却例外的离开沈阳 前往其他地方 去办别的事情 这样的做法 确实让人寒心吧 很多球迷也非常失望 因为目前来看 如果下个赛季 没有郭予伦的话 作为刘云队来说 想要夺冠 确实非常快难 因为这个休战期 多的球队都在进行步枪 包括山洞队 上海队 不管怎么说 我们希望呢 作为刘云队来说 能够真正的重视一下球员 也是希望双方的谈判 能够激的进展下去 期盼着郭云队能够留在刘云队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明聊球 下期的聊 下期的聊天